Hello 各位故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的行指也算是这样 首先想说一下 耳机片 原来不是耳机的坐听器 原来有很多故友 都说原来有需要 好了 我会决定拍一条影片 去说一下我买这个耳机 买这个坐听器的时候 遇到什么呢 我会说一下有部分牌子的东西 当然我认识不完 有些我们试过的 我会讲一下感觉出来 给大家听一下 我希望在这两天拍 因为我要拍的影片实际上很多 还有深圳一天有 接着要是会员片 就是我们首饰股的会员片 要注意的板块 另外一条是要注意的 不是板块 要注意的 我想当一个基金去考虑 如何去部署 这半年 不是说马上即加 这只是反弹 所以要说清楚 这次是一个反弹 事还未调整够 然后想拍一条 关于五一的板块 五一的事情应该要开始做 有几条片 这些都应该是会员片 但未有时间做 但会尽快做 希望尽快出来 好 在这里就先买广告 昨天的广告买得不好 被人骂了 先说一下 我们就开个window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加入我们的patreon 就当是一个咨询的平台 然后我们有一个group 我们有一个group 有两个group 一个group 可以给大家去分享 大家自己 签物股票的经验 围炉取暖 或者看到什么 另外一个群 我们叫做 真人扶基群 这个群主要是 在群里讨论问题 讨论一些严肃的财经问题 另外一个群也会说 但会有些生活上的东西说 聊一聊 就会轻松一点 我就少点插嘴 有的 也会分享一下大家 那些更换味的东西 另外 我觉得最 比较值钱 就是早晨灵灯 每天早上 会转换了 昨晚美股的东西 然后新闻发生的东西 早上给你一个准备 我觉得这个现在是 我的核心来的 首次战报 相对没有那么核心 然后每个星期 我们会做一次 第一次帮你做功课 帮你做功课 就是我们付了费 给了钱 去找一些 平时要给钱 去买回来的一些 名家选股 那我们就 就加了很多不同 也会进行筛选 慢慢我们已经开始 准备 也开始加入新的 那 这里是我们增加百分比出去的 然后每一天都会做一个表 有新股的时候 就会做一个表 很清楚地列出来 在群里面 然后每个星期 我就会转出钱 我自己选的 大部分在升市的时候 都能够赚 跌市的时侯 都是最深的时侯 才是输钱 但是数多的 大部分 就算现在 都有些是赢得到的 所以变成 你就收窄了个范围 其实你做什么东西都好 你没有可能 一个人去分析到 那么多个板块 那么你其实 我觉得 为什么我选择做这个东西 就是想把范围收窄 你做screening 你做筛选股票 你都是收窄它 你都是收窄它 一路一路收窄 从板块到过股 到强股到弱股 到弱股 一路收窄 你九股也可以买的 跌到内下面 你都会反弹的 是吧 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所以 帮你做的 我希望行的 就是这样的 另外 为什么我们最近 会做大户 会做大户的统计 会做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 我认为 可以帮到手 可以看得到一点 虽然我不认为 它是很大的指标 但是你会看到一些 你重要性的股 是不是可以 在旁边支持你 你想买 都有人跟你买 这样的 而不是你看到它升了 原来别人是在沽沽的 你又跑去去买 我是想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认为 是可以帮到手的 但是当然最重要 都是 就是捉大市的节奏 买股票 第一件事就是节奏 节奏坐 休息 等下一个节奏 在群里面的 我们玩了一年多 年多 由开始的时候 节奏没有捉得很 慢慢捉到节奏 开始来了 突发事件 就动了一次 突发事件之后 开始慢慢慢慢的 看到有一次 在习大大转身 把清零政策转身 那一刻 那一刻都转了身 转了身 我根捉不到节奏 我慢慢耗在那里 停一些 然后叫升高 就买反弹 反弹就买 跌 然后买其他落后个股 慢慢都追得回 但是就不要奋力 不停地入钱进去 追高追 就是捉个节奏 然后我们走到 后面这一段 那节奏很适合 到今天还是适合 是吧 那就捉个节奏 哪怕下次都会错的 不要紧 错的时候 我们就定下来 不用那么害怕 不用那么慌 我是希望走这件事 就不是单单派股票 还有 又再多了些股票 是多谢 其中今天有个股票 跟我说 第一次感觉到 有策略地去买股票 是怎样赢钱的 我不是强化我去选股票 我选股票 我选股票不是特别好 说真心的 而且我自己平时 都不是特别 以往 都不是特别去做这件事 以前会做的 但是当我走到这么长期的时候 我发觉 其实做这件事 不是那么重要的 我们买什么股票都好 我是为了赚钱 因为是为了兴趣 正常来说 不会有人为了输钱 除了赌徒 我为了赚钱 我的标的物 只要是符合到 当时的市场节奏 我就会赚的 是不是 有只股票升十倍 我买一元就赚十元 有只股票升一倍 我买十元就赚十元 明明那个道理 当中差异是什么 就是把握 然后你控制那个节奏 控制那个注码 我就用这个方法 就什么人都可以做到 就不用说 有什么八大方法 然后五大神灯 六大不死之身 就是用这些 然后就教你看那个图 四分钟看不到 看三分钟 然后就看到一分半钟 然后看三十秒 然后不行 我叫你看三小时 然后不是 明天是看四小时 你今天不行 逢二四六 你就看四小时 逢一三五 你就看一小时 你这样是很难搞的 我是说 不是人家不行 人家不行 不过一般人就不行 你叫我去炒 我也炒不行了 不知道你说什么 说真心的 你想想 由入群到 到现在 2017年 2018年 写高 我就是要你看着分时军线 几个动作 就是这样 不用其他都不用 你什么时候 很少见我打开分钟图 都是这样告诉你 然后你自己做大概率 你看一下 我叫了你看二百张图 二百张图 真的有七成呢 是这样的 那就行 你输三成 你赢七成 这样打运 那你赢三成 那你赢三成 就是这样计算的 有很多事情 就是大家没有去 清晰到那个思路 就硬来 没有想过那个逻辑 就不停地买 不停地买 然后升 是很开心的 其实我升了一只 后面那九只也跌了 那不要紧 那你懂得整合 九只收收收 收回变了四只 那我是不是那个胜率 是不是我的操作 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这样 那算了 那这个也是广告 不是教学 那我继续讲一下广告 那十分钟教学 隔不中也会有 因为教学的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我今天教你看图 那我明天看你看图 我都不会突然间多了个新方 发现了 开一条片出来教你看图 前面就讲了 是不是 所以这种教学片 会是越来越少的 看回前面 而更加多 就是你real time 问我 我立刻回答你 或者一天我回答你 Facebook我也是回答的 我都回答得很详细的 你问一下 Facebook 问我IPM的 如果觉得我回答得详细的 你帮我留言在下面 告诉大家 可以接受 如果你说分析图 分析片的 就会有 你遇到就会讲 遇到就会讲 这个就会有会员片 有不是会员片 但anyway 你见到这个题目 你不是会员 不要紧 你问我 你传片给我 我都会回答你的 我都会回答你的 我基本上我认识的 我都会回答你的 另外 大致上也是这样 如果大家可以参加的 那你就参加我们Patreon 那个频道 Youtube会员也可以 因为我知道 有些年纪比较大的 他们看惯Youtube 他们未必想接受Patreon Youtube也比较容易看 那我也可以的 不过 那个communication 你可能要送回PM给我们 送回Email给我们 通知我们 那我们带你入团 这个就多了一点要做 入团之后也没问题 一样的 没分别的 那Patreon的频道 我们就容易处理 就是这样的 还有Patreon 我会有文字版的 早晨明灯 都会在Patreon那里出的 那当然group都有 group都会玩文字版 还有语音版 每天早上做都会有的 那我们的费用就是80元 这个80元也是这样说的 就不是请我喝咖啡 也不是说 就是我赚钱 这80元来说 我很多谢大家 但是来说 也不是说是 我赚很多钱 只不过就是 其中一个可以用来 让我隔开一些讯息 还有可以是 我们之间的一个信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任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信任 就是你给了这件事 你就相信我了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看法 好了 那我讲完 不要再骂我了 那我们就讲回今天的事情 那今天 恆子 那 恆子 预期也是升 也是说了 应该先看7226 就是说看科技股 然后就看这个 再看7200 7200我都有说 后来我都补充了 原本预期7226 纯粹一点 但是7200 你看些东西足够 那些金融股 又没有那么弱的了 那可能就会升回上来 那是的 它会有些追落后 那确实也是 但是始终它们都是多风眼 这个我们自己也要注意 只不过就没有那么差 而美股 都预期差不多了 那就会有个反弹 那我们都一直不停加 都预期了 因为那些CS那些东西 没有问题 银行股没有问题 你再唱探它都没有用 没有问题的 不要浪费时间下去 再去想这件事 那我今天就 讲回两个思路 其中一个思路 就是我在群里有讲过 群里早上明天有讲过 瑞讯这件事 的那个 出了来之后 某个程度上 是对这个 科技股是有一个 正面的好处 那就今早早 其实已经解释过一次 那但是 因为都再有人问我 所以我想再在这里抽些时间解释一下 那首先 为什么呢 瑞讯出事这件事 或者银行出事这件事 首先有一个预期 就会令到大家觉得 加息是减慢的 这个最少是一个市场预期 它不是一定的结果 它是一个预期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科技股的沽压自然会减少一点 没有沽得那么狠 因为我觉得你会减息 第二件事 它也本身这些股 已经跌得很残 现在很多都 那么同时 第二点就是 如果你说整个银行业的流动性 是有保障 现在你看到有保障 那些银行是被人出来 个个是不断担保它的 而流动性最敏感的是什么 是科技股 因为很多都没有盈利 所以别人对它那个 当你保证的流动性的时候 大家对它的风险预期 就会降低 那都是对它有利的 第三点是什么 假如真的减息的话 也都是它们最有利 真的减息的话 是不是放缓了它们的情况 就是被你倒逼到FED做事 FAT做事 那么好了 第四点就是 如果银行业真的出事 即是现在你看到的situation 或者早两天见到的situation 第一个冲击的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它的股价 是不是 那么好了 如果你看回 这些股价相对应 是不是对于传统的指数 会影响大一点 因为传统的指数 就是导致 是不是纳入这些东西比较多 相关性都比较多 是不是传统行业 亦都会被它拖累 所以你会在历史见到 现在从记哥发现到 你看到 纳指升是升得最好的 但是跌是导致跌得最金 升呢 它也不够纳指升得好 纳指也跌得不太金 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 为什么这段时间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7226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是玩7200 为什么我不喜欢说7226呢 以前 就是因为7226 又是太过纯粹了 这样 那变相就没有了均衡在 那如果72200 我就会有一个情况 出现是这样的 有时候是 科技股升 跟着传统股不升 如果大市好的时候 两只全部一起升 但是有时候 科技股被人沽的时候 那些金融股 或者传统股 它会顶住 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变相有些时间去处理 所以我相对来说 平时喜欢玩7200 不是那么喜欢7226 大家都知道 7226的升幅大很多 快很多 但是你要明白 你倒转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倒转也是一样的 跌下来也会快很多 而它是很突然的 突然之间 好像昨天这样 民心一言 我以为他改出了 那名字叫民心一插 一出就立即插 一插就插入来 今天又升了 今天就改了名字叫民心一升 一着就升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整件事 整件事就是这样 没法解释 但是 可能今天有大摩出 大摩 不知道 高成大摩 忘记谁出来说 总之我们谋理出来说 大家都说 大家低估了它的价值 暂时就不知道 这个就 那么 另外 现在你看到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瑞讯 瑞讯 今早上说了 我昨天就冲了进去 那么 本前不知道什么环境 看看 也有点升 我两个二 我入了一点 那我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在想 喂 这次我们都说了 就是 有全UBS买它 总之 详细我就不说 总之UBS真的买它的话 或者他要求UBS买它的时候 你就小心这股 反过来 现在就 这样去救呢 又帮呢 喂 他又有这么多客 又有这么多生意 什么都有 又有这么多资产 然后他又说 把他那个 投行部缩了去 喂 那 就没得输了 但是当然了 投行部 你如果赚钱的时候 他当然是最赚钱 那就是说 咦 那他会好回 去回正常的位置 我们不要多 去回这些未被人搞的水平 都说了三四十只 是吧 那你没有了投行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 那你就收益差一点 但是你开支有什么又少了 那所以其实 他是应该不止这些价格 你想到 你现在已经见到 那些人是救他的了 又给他 他自己也有钱 再不是最差 都还可以有人救他 所以他死就死不去 只是说他能不能够再恢复 大家还能不能给他这个信心 那买股票也是拼的 你拼他赢他就输 你拼他赢他就输 你拼他赢他就赢 永远都有的 那你就看到 我既然看到这个机会 我仍然计算过数 我觉得这个机会大 我没理由不相信自己 是吧 最多就是 那两块钱就只损了 就虧一成 就是这样拼 但是他向上 真的不止一成 所以就是这样想 那想法就是这样的 我买他就不是纯粹 跌出波多加通道 拼他再拉回去 我不是找这些 纯粹觉得他有个价值 可以拼一拼 另外就是 美股银行 今天那间第一共互银行 有十一件东西出来救他 股又问了 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很简单的 这件事 为什么不是政府 去back up它呢 首先我认为 那间银行救他 有没有坏的考虑 也有的 就是 可能这些东西真的不太行 要入钱的 要入金的 要货金的 就不是 你可以 借钱给他搞定的流动性 因为 为什么SVB可以呢 因为他的东西不是那么差 那些钱 那些钱 而他有很多资产 到期的话 他都会回来的价值 所以就可以借钱给你 低息借给你 其实 我今次就说 瑞讯做这件事很好处 为什么 因为 你是借了一些便宜的钱 去还一些贵的钱 然后又不用很大的抵押 某程度上 其实他是好处 所以瑞讯 我也拼得过 那么 那 第一个黄银行 那你现在进去这样做 那你如果说 他 呃 呃 这个 政府不借钱给他 政府不借钱给他 就是因为 可能他本身里面 真的有些问题 要钱进去 但是 如果政府才 赔钱进去 整个市场会有什么感受啊 感受当然不好 那感受不好 如果我反转 打个电话 喂 打给摩根 大通 这个是什么 大摩西摩 忘记了 突然间 吃螺丝 打给他 喂 帮他 螺丝小钱 不是很多钱 也当费取了 你卖了它们 那入股进去 入钱进去 那换个角度 他能够办 站好 就等于 证据了第一个 这个最后银行 整个Situation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如果你想得很负面 当然就没有SBB的Case那么好 但是其实这个不重要 这个为什么不重要呢 你不引爆 接着不传染 然后你有事立刻见到那些钱都进去 那就救了你 我救了你就行了 其他东西没什么特别好想的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已经是差不多了 但是当然情绪不会马上变好 可能还是叉叉的 但是怎么也好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差不多了 就不会再影响很大 那 银行股 银行股是否可以捞底呢 但是我们见到巴菲特 赌神 赌神都将银行股都做沽了 首先我们要明白 之前炒银行股升上去 赚了因为息差大 大家会想息差 整天都说息差 加息就有着数 去到尾部 还有两次加的 是否还可以再追呢 你要想这个问题 去到尾部 但是别人都先吃了 是吧 息差大 没用 现在息差这么厉害 会出现什么情况 衰退 大家都在说衰退 衰退会出现的 就算股市不出现衰退 实体面也会出现衰退 出现衰退 对于这些银行股来说 会有什么状态 对于这些银行股 生意就少了 因为衰退 为什么会倒挂 钱就跑去那里 就不肯借钱 不肯借钱 你息差 你再叉叉叉也没用 你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生意就会变少了 所以你银行股去到一个 你炒完这个所谓的 加息预期 这个息差确阔之后 它就会跌下来 就是这样 那什么情况它会复苏 就是要等减息初期跌 你减息初期会跌的 因为衰退的问题会跌的 那好了 大家又不用钱 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搞 那之后的东西便便宜了 衰退的东西便便宜了 通缩了 慢慢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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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之后呢 那么资产价格呢 落到一定水平呢 资金又愿意清来就会买回 买回之后呢 经济就会慢慢起身 就这样了 然后对于这些银行股又会好一点 是吧 如果这些资产差啊 或者股市差啊 本身这些银行的收益都会变差啊 炒房又赚不到钱啊 你以为个个都股神 真的可以不停沽吗 大哥我整个仓都是货 我怎么做得这些东西呢 不做得太多嘛 做得不太多了 所以你想想 那个情况 那个金融的状态就是 你现在是加息周期的末端 你就不应该再看这些股的了 应该等它下来 这样你才去再砌 要不然你的周期就永远都是错了 那你问我 为什麽才会令到美股再大跌呢 我都一直说了很多次 就是业绩出来不好 要股绩重股 那股绩重股就看大空欠品重股 那如果重股的 那你重股之后 然后跌得多了 然后就因为高息 然后你息很高的嘛 那你又重股又跌那么多 那些人不会触动 太厉害的 就不会去拆仓了 那拆仓 那些东西又再沽出来 那就是这样 但是我需要提醒的 就是拆仓的东西 很早就已经做了 所以现在有呢 再拆的都不多 所以即使它昔贵也好 它都未必要拆得很紧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是 就是 就是在底部 比较大 相对比较大 就没那么害怕的 所以就未必会再有这件事情 但是都会触动到 会孤感一点 这个就当然了 那 而假设 美股再来的话 它未必一定是 穿前脚的 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它再做一副之后 那很大机会 就是一个上升的周期 那当然那个时间 不是说两个月之后 不是的 就是你起码都用 每六个月去看一件事 看这件事 好吗 就是大约是这样 那另外今天港股呢 不仅仅是今天了 昨天也是 昨天因为民心一言 其实你看到上证 相对来说比较弱的 你看到上证是没有 没有港股那么厉害的 昨天也是这样的 他那个 那些针多丑样 就是没有那么厉害的 两个都是这么厉害的 这边就民心一插 这边就 这边呢 突然间拉下来 那这边拉下来呢 我估计 我本身有两个想法的 第一个想法 就是会不会是 就是这些银行股 或者这些股搞到这样呢 还有担心一些政治问题 就在A股那里出钱 出紧一些钱 因为早派也有进去 港股也有进去 那会不会是这样呢 所以扔回来呢 那 但是在今天呢 那昨天找到一个原因 因为民心一插 那今天就找到另外一件事 有可能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 某人准备在3月20日到22日 准备去俄罗斯访问 那说的是下个星期开始 那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 下个星期开始有什么事发生呢 就有 谈讯业绩 FOMC 和俄罗斯访问 混在一起 所以会比较乱 本身就预期 今早早在早晨明天说得很清楚 那个升市的逻辑是怎样的了 那怎样会有机会会大升呢 就是来自这里 但是突然之间 今天出了一宗俄罗斯访问 那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现在没办法评估 但是就留意着一下我们自己 好了 那今天那个大户表呢 没办法做的 因为我说不及我有事 但是呢 我们会把大户表 和趋势表 放在group那里 group那里 group那里可以自己看 那 如果下个星期没什么问题 就继续 会保持正常的 那好了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中间全部 和下个影片 多谢 多谢 拜拜